一盘菜 一碗饭 十多年来杜金英三餐卢素 吃得健康也吃得心安理得 都会不忍的 2003年SARS期间 参加斋戒月活动 杜金英认识了此机 也决定要开始卢素 也因此身体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衰退 如今又遇到新冠肺炎 他更庆幸当初能够游婚转素 他就是要提醒我们 护育我们 不要一直在吃那些动物 我们吃素也可以保护地球 爱护万物也珍惜生命 更让自己活得健康有意义 大爱新闻 黄佳怡 王哲卫 马来西亚报道